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缓和 今日没有新增的本地感染个案 政府就宣布放宽防疫措施 食肆堂食再延长到午夜 而酒吧 卡拉OK和主题公园等等都可以重开 不过政府表明防疫措施在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回复到6月时的水平 防疫措施再次放宽 政府宣布星期五开始食肆晚食堂食延长两个钟头到午夜12点 而五类仍然停业的表列处所 浴室 派对房间 娱乐场所 包括酒吧夜总会 卡拉OK和泳池可以星期五重开 但是有新的营业限制 例如酒吧夜总会同台最多两个人 派对房间每间房最多容纳四个人 泳池不可以超过容纳人数一半 训练小组连教练不可以多过四个人 浴室就不能提供蒸汽浴和桑拿 而主题公园星期五开始也可以做生意 海洋公园宣布当日重开 因应容量限制入园要网上预约 迪士尼就说会适时公布详情 至于四人限聚令和口罩令就继续 当局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继续遵从防疫规例里的要求 我们也会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 是没有办法让这些社交距离的措施 放宽至较早前在六月时候的程度 当然我们如果真的有下一波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一个更加具针对性的模式 去收或者是放我们的社交距离的措施 令到社会一方面我们要减低社区里的风险 传播的风险 但另一方面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正常活动 当局曾经在六月中放宽户外限聚令到50人 室内不切人数上限 确诊中数在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七月初开始上升 海员来港换班当时免检疫 有专家估计这样引发了第三波疫情 最终这段时间有近100个患者死亡 占整体死亡个案超过九成半 确诊总数亦都倍增到近5000宗 进入了这个阶段 总结了早前的经验 我们在收紧和放宽 应该做得更加精准 不是一刀切 也不是一把尺 但是放宽了之后 会不会又出现疫情的反弹 是有这个可能 这个不仅是香港的情况 各地都出现这个情况 政府又透露稍后会有下一阶段 再放宽防疫限制 但是不会在短期内落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